明天明天 弟兄姊妹平安 记不记得今天 应该是讲八幅人生的第几个幅 第四幅 你们有预备经文的 记不记得第四幅是什么 好 我们第四幅 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六节 我们先将头一节读出来 准备 请 既渴慕异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根据新版本圣经的翻译 就是下面那句 其实按照原文的意思 翻译出来 下面那句就更加清晰 让大家知道什么叫既渴慕异 大家一起读出来 请 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上帝要充分的满足他们 如果你看下面那个意思 就很顺畅了 你觉得上面那个容易做些 还是下面那句说话容易做些 是的 为什么上面那个容易做些 因为上面那个是一种意愿 我好想饥渴慕异 我好愿意饥渴慕异 就等于你结婚宣誓 我会爱你一生一世 不论疑 不论你富贵贫穷疾病 你什么都好我都会照顾你一生一世 你愿意而已 但这个未必是一种保证 是不是 你相信它 那你就嫁给它 是不是 但是 但是以後這個承諾是最終會實踐呢,還是成為炮影呢? 這個是上帝才知道的嘛,不過你有憑信心嫁給他,他有憑信心娶了你嘛 相信你是大概六七十年不變的嘛,所以意願是比較容易做些的 就算一個小孩也更容易做到,好像一個小孩說,譬如有個媽媽,她的先生過了生,當然很傷心,也很擔心以後家庭的經濟是怎樣呢? 她的八歲的小朋友,她的兒子跟她說,媽媽你不用那麼傷心,以後我會賺錢養你。 意願,是不是?雖然媽媽明知道你八歲的小孩怎樣賺錢養家呢? 不過你仍然有這樣的心,我也很開心,我也很有安慰,是不是? 所以,意願是比較容易做到的。 但是下面那句就不是意願那麼簡單,意願加上什麼? 實踐。 渴望實行,不單是渴望知道上帝有什麼旨意,還渴望能夠將上帝的旨意走出來。 這種人才是真正上帝說,這種人,這一種的子民才是神所喜悅的,才是有福的。 為什麼有福啊?因為你這麼想實踐上帝的旨意,上帝一定會滿足你的,是不是? 是不是? 很合理的嘛。 如果我們兄姊妹每一個人都很渴望,能夠更多認識上帝的真理, 而且能夠將上帝的真理,能夠實踐出來,能夠活出耶穌基督的樣色, 吸引更多人,來歸信上帝。 但是,如果我們這樣渴望,想這樣做的話,上帝一定會滿足我們。 因為這個是合乎上帝的心意,合乎上帝的旨意。 因為這個渴望,魔著上帝的心,上帝會很樂意滿足他。 問題就是說,有些基督徒覺得,不用這麼認真而已。 我記得我初信主的時候,大概三年左右,初信主三年。 我信了主兩年,第三年我已經入了神學院了,神呼召我入神學院。 所以當時就因為初信,初信對神的話語特別渴望。 所以很多時候都喜歡跟弟兄姐妹討論。 但是竟然,教會裡面有一個姐妹,她也不是第一個這樣說的。 我記得,不過她很深刻印象日,她討論得最激烈。 她說,你不用每次都在聖經前、聖經後而已。 尤其是在教會。 她說,不是這樣的,做基督徒,憑信心、憑良心。 我記得她說,憑信心、憑良心。 當時我不懂得拯救她。 我剛剛入神學院讀書了。 後來想著想著,都覺得不好。 不是很舒服,覺得這句話似是如非。 後來我就知道為什麼了。 什麼叫憑良心呢? 良心每人都有。 但標準各有不同。 連賊都很有良心。 她可以說自己很有良心。 我只是要你的錢而已。 照我平時,心情不要刺你兩刀。 不見紅呢,香港是這樣的。 打劫,一定要見紅。 真的有紅底,有一百元錢。 沒有一百元錢,就見另一種紅, 找一把刀來刺你。 這就是他們的行規來的,竟然。 做賊的行規。 打劫的行規。 不過這是很多年前。 現在紅底已經滿足不了他們。 要見黃才行。 要金色黃色,一千元錢才滿足。 所以她說,我不刺你一刀,只要拿你的錢。 我已經很有良心了。 連大賊都說有良心。 你可以想知道,良心的標準是否各有不同? 對嗎? 所以如果你說憑良心去做一個基督徒。 那麼, 每個的良心是不同的。 所以每個基督徒的表現都可以不同。 對嗎? 所以我們是否需要很認真地, 來到去, 不要只是單憑良心。 因為良心很多時候被某些東西蒙蔽了。 對嗎? 但是, 另一方面, 我真的很渴慕, 很大發熱心去實踐上帝的旨意的時候, 有時候的效果都不是那麼如理想的。 很多時候, 你越熱心就越叛不到人。 試過沒有? 看過這些例子沒有? 沒有了? 聖經已經有一個例子了。 保羅就是了。 使徒保羅, 他認識耶穌基督之前, 他叫做素羅, 是不是? 他是不是大發熱心? 他是一個很嚴謹的法理賽人。 他是一個人來的。 他是出名門, 他有跟那些很出名的老師, 來去學習。 還大發熱心, 認為這幫信耶穌的這幫人, 是背道離經的, 是異端來的。 所以他大發熱心, 來去逼迫他們, 還四處捉拿他們, 回去受審判。 在當時素羅的眼中, 他是不是大發熱心在侍奉神? 是不是? 他不覺得自己是錯的。 直到耶穌向他顯現的時候說, 素羅,素羅, 讓人踢直腳。 當時素羅都以為自己大發熱心, 很敬拳, 很對上帝發熱心, 在侍奉神。 其實今天教會也是一樣的。 你看, 教會裡面, 有很多兄姐妹, 為了某些事, 某些事工也好, 某些真理也好, 查經也好, 有時候都會咬到面紅耳熱, 是不是? 但是在他們來說, 他們覺得, 他們只是為了聖工而已, 他們只是在侍奉神而已, 為了事工而已, 表達意見而已, 沒有什麼不妥啊, 好過那些, 聲音都不聲, 坐在一旁, 不關心教會的事工而已, 是不是? 所以, 其實我也相信, 無論怎樣爭辯都好, 他們都是為了上帝的家, 他們的出發點, 他們的動機, 都是為上帝的教會, 大發熱心, 在他們來說, 應該是沒有錯的, 我相信他們都不會錯的, 這個動機, 這種的心智都不會錯的, 但是為什麼偏偏會經常, 因為這樣的緣故, 反而伴到了人呢? 是不是? 我以往在香港的時候, 在教會實習的時候, 我曾經出席過某些教會的執事會, 因為這個都是我們學習的一環, 如何學習開會, 那間教會是大教會, 開會有二十幾三十個執事在這裏開會的, 那麼, 講一講一下, 他們就會講英文的了, 從廣東話講英文, 在香港開會用英文, 其實都幾出奇的, 你說在這裏用英文開會, 又說不奇怪, 是不是? 那麼在香港講一下, 為什麼會用英文呢? 就是因為, 開始吵架了, 吵架的時候呢, 又要拍桌子, 又要show cally, 我用英文來講, 你看你能不能把我拒絕, 有些人英文不是那麼好的, 就不會拒絕他, 是不是? 那麼他就收聲了, 那麼他就贏了, 覺得自己, 所以, 我第一次開會看完之後, 我跟牧書說, 下次我可不可以不來? 我不想見到教會原來, 執事會開會原來是這樣的, 一間這麼大的教會, 竟然開會的時候, 可以吵架, 吵架到面紅耳熱, 又拍桌子, 又用英文來罵人, 所以嚇到, 起碼叛倒了我不敢再開會了, 所以, 這種情況經常都會出現的, 憑良心又不行, 但是, 大發熱心的時候, 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 保證自己真的做得對的, 要不然, 剛剛在教會, 跟別人爭吵完之後, 想著自己應該是, 呃, 很正直, 應該是很, 做得對才是對的, 怎知道, 講完法夢, 被耶穌罵你的時候怎麼辦呢? 啊, 就像素羅那樣, 所以, 我們怎樣才知道, 我們真是在實踐神的旨意呢? 有幾點呢? 做到真是渴望實行上帝旨意, 你真是想做一個這樣有福的人的話, 你就要知道, 在什麼情況下, 去實踐上帝的旨意呢? 才是, 合上帝的心意, 合乎上帝的旨意, 得到上帝的稱讚, 稱你為有福的人, 還大大地滿足你呢? 有幾個原則, 當我們實踐上帝旨意的時候, 有幾個原則我們要注意的, 第一, 聖經提醒我們什麼? 你去做任何事都好, 第一件事, 你要動機順正, 書四章三節他說, 你們求也得不著, 是因為你們妄求, 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 很多時候我們祈禱都是這樣的, 祈禱我們很多時候向上帝祈求的時候, 我們真是洗上帝好像洗丫鬟一樣, 叫上帝幫我實踐這件事, 幫我做這件事, 幫我教訓那個姊妹或者弟兄, 讓他悔過, 但是他不覺得自己有需要悔改的, 我們也懂得打死報告的, 又向神求這件事, 求那件事, 上帝就要為我們成就了, 甚至有些人信心爆棚到什麼地步呢? 將討告變成一支魔術棒, 啊, 魔術棒一揮, 就什麼都可以成就了, 不成就, 不是因為我的討告不夠信心, 不是上帝有不妥, 是因為你的信心不夠, 那樣, 搞到那個被代討的人, 多有罪夠感啊, 是吧? 很多時候是這樣的, 所以這些人大發熱心地祈禱, 其實我都害怕的, 我都有些少害怕的, 因為怕, 怕, 他的討告不蒙英文的時候, 那個責任歸回到我頭上, 所以, 所以我們要問一下, 我們的祈求, 動機是什麼呢? 是為了顯示我更加熟靈, 更加和神親近呢? 還是我真的關心那個人的需要呢? 還是想炫耀自己呢? 標榜自己某方面的, 呃, 成就呢? 還有啊, 有行一書二章數學節那裏說, 就像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今生的驕傲, 都不是從神而來的, 是從世界而來的, 是說這些, 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我想, 啊, 我看中了那樣東西, 哦, 那個, 那個, iPhone 6出的時候, 哇, 有人呢, 第一天就要買到了, 所以呢, 不惜呢, 先祈禱, 然後呢, 侯奮街, 排隊啊, 通宵啊, 走去買個iPhone 6, 就是為了, 跟著回來之後呢, 就怕人家不知道, 手提試, 就把每個草我 Embassy拿出來 , 咕咕咕咚嘆, 嘓咕咕咕咕咕, 每人都說ımız系 reasoning, igiphone 6! 是不是iPhone 6啊, 啊, 你看看, 要看這些東西, 嗯, 真的很像 ingen necesinean, 真的有些人是有這樣的, 對不對? 所以這些, 眼目的情慾, 或者今生的驕傲, 就是, 我想得到人家的尊重, 想得到更人家稱讚, 所以我才這樣去做, 我才帶發熱心, 是嗎? 有些, 这些弟兄姊妹真是会被摸毁利用的 在教会里面好意心去帮助人 好意心去参与各样的工作 煮饭煮送给人吃都无所谓 接送人家回教会回家都无所谓 但最有所谓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你不要 英文叫什么 take it for 什么 granted 是吧 你不要像馮子那样 你要回报我 你赚下我的嘛 你不赚我 我下次不送你 是不是 你不赚我 我下次不煮你吃 你下次再想吃的时候 我说 我没有空 因为你没有回报 你也不会欣赏的 是不是 变了很多时候 甚至想抬高自己的属灵地位的时候 往往会用了一个世俗的方法就是什么 要抬高自己就要怎样 踩低其他人 是不是 在公司工作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嘛 他想升职就要 砌低他身边的人 怎样砌低法呢 就要踩他 宣扬他的坏东西啊 甚至是陷害他啊 打小报告啊 给上司看啊 这样 要踩低别人才能够抬高自己的嘛 是不是 那些做皇帝也好 过往做皇帝也好 今天做总统也好嘛 都是踩着很多人上的嘛 你看 总统竞选 一定很多匪民出现的 是吧 将你 除了表扬自己 传扬自己的优点之外 还要挖对方的那些倉疤的嘛 对手的倉疤的嘛 都是需要这样的 这些是今生的那种的骄傲 那些人用这样的方法 但是如果我们信徒 动机是这样的话 神起不起优呀 即使你表面上多么大发热心去侍逢 多么投入参与聚会 无论你的崗位是做什么 如果我们的动机 只不过是标榜自己 想得到人称赞 主耶稣曾经对法来吹人说什么 你们的掌赏已经得到了 你在十字路口祈祷吗 想人家知道你敬虔吗 得到人家的赞赏吗 你已经得到了 将来在天上有没有赏赐 没有了 因为你只是想得到人的赏赐 你不是想得到从神而来的赏赐 是不是 所以动机纯正 我们上帝不是只是看看我们表面上做什么 更重要是看我们内里面的动机是什么 所以你要想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 讨不讨臣喜悦 你先问一下自己 我的动机 纯不纯正 对不对 搞清楚动机纯正之后呢 第二件事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呢 请第二个power point 就是动机纯正 还要有一个正确的行为 不是动机纯正你的行为 一定是纯正的 你看看现在香港发生了什么事 有什么行动 占中行动 占中行动 我不知道你赞不赞成他 你这样做 我也不需要你表态 因为你们吃饭的时候就咬到面红已然 因为有朋友咬到朋友都没得做 登报声明 跟他绝交 夫妻搞到要离婚 就是为了占中 所以无谓要搞到 我们顶尖每一间同台吃饭 各自修行 但是 起码给我们知道 占中行动 目的是为了什么 大家很清晰的 真普选 是不是 动机是好的 是对的 是民主 是正义 公正 平等 公义 所以要有真正的普选 将来 人人一票 去选特首 动机是好的 但是做法对不对 占中 你知不知道占一日 给他占一占 不单止占中 初初说占中的嘛 谁知道现在又占 王国又占 铜锣湾又占 不旺的地方不占 第一不守信用了 第二 又不守法 是不是 第三 就是不守什么 连道德标准也没有了 道德标准也没有了 怎样呢 因为 如果真的有镇压 有什么 乱的时候呢 他曾经找那些小孩来做挡箭牌的 是不是 带着那些小孩去嘛 是不是 摆在前面那里 你看你敢不敢 动这些小孩 那些小孩来做啊 怂恿那些学生有去买嘛 那些说话呢 是完全跟他们的道德 职业道德是相反的 譬如说 曾经有个律师 说什么 我犯法不代表我不尊重法律 是不是 曾经听过一句这么荒谬的说话 我犯法不代表我不尊重法律 那样 还是出着律师的口 不是出着一个无知市民 或者是那些 街市里面卖菜的人 那些把口 专业人士 竟然说出一句这样的说话 完全违背 职业道德 是不是 所以 无论你 动机多么纯正都好 不代表你的行为是纯正的 就好像圣经说 主耶稣提醒我们 人若赞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 换生命呢 赞得全世界 其实这个是中性的 没有对与错的 上帝都要我们赞得全世界 神爱世人 你知道世人的原文是什么 世界 神都爱世界 那我们就要做世界 得人嘛 得人 如得如 是不是 我们都要赢取这个世界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你这个动机是 自私的 或者不是 这个不是动机问题 而是说这个做法 会危害到 你自己的生命 你自己的健康的时候 这个做法对不对 就好像 有些信徒在灰色地带里面 不知道怎么做抉择 又或者 不知道之后 就随着自己的喜欢来做 好了 譬如说 你说基督徒应该 吃烟 应该呀 为什么不应该呀 因为危害健康嘛 香港的广告也都可以说 在香港的广告 吸烟危害健康 政府捉住屋市民嘛 这里没有的 这里的民主社会 反而没有这句说话的 是吧 那熬夜呢 应不应该呀 有哪个人11点后才睡觉 我终于睡的 11点 呀 有多少 应不应该是你们说的 为什么不应该熬夜呢 危害健康嘛 是不是呀 皇帝经里面 皇帝内经里面怎么说呀 11点到1点钟这个时间 是人体里面 修复你那个肝功能 你的免疫系统 就在那段时间做的嘛 那段时间是内部调息 令到你那个肝 可以修补 令到你的免疫系统 可以 补充一些 好的细胞下去 加强你的免疫系统 但是这个运作 你要运行的话呢 你一定要身体是 平躺在这里 但是你不是 你坐在这里 还对着电脑也好 看电视也好 看书也好 你坐在这里 这个功能就不会动 是要你躺在这里 你躺不着 不要紧要 但是起码 给身体一个讯号 就是说 我现在正在休息 它要在一个休息的状态下 这个功能才开始运作 但是你不是 你那段时间 还要粗劳 还要做事 分分钟 夜睡的人 都是同一个 喜好的就是 喜欢吃宵夜 原本是和你的肝是修补一下的 等你的肝休息一下的 结果呢 吃东西呢 胃就要粗劳 胃 通常你吃 比如说 你不要按下吃公仔面 因为面是最难消化的 四个小时才消化 离开胃的 还要加一只蛋 蛋也是难消化的 还要加快五餐肉 那些防腐势这么强的 五餐肉 你吃了肚子 四个小时才可以 离开胃 离开了胃 四个小时是几时 清晨四点 食物才经过大腸 而大腸再去吸收 然后 之后 才最后 轮到肝和你去排毒 那时候大概五六点钟 肝刚才开完工 做完事 你又起床吃早餐了 那肝是二十四小时工作 都没有休息 所以什么叫 伤肝 你不要以为 没有伤肝 夜睡没有伤肝 伤得不得了 你不知道 因为你的肝是全内藏里面最乖的一个 因为他没有 神经线 所以他伤了他不会告诉你 他不会痛的 他没有痛的感觉 到你真的发现肝有问题的时候 通常都是晚期的 是不是 因为肝是最乖的 不出声的 你怎样折磨他也好 怎样要他开工加班 伤到五楼七伤 最后肝硬化 一肝硬化 他不能再软回来 下一步就是 要么就继续恶化下去 最好的状态就是 保持不变 就是继续恶化下去 再严重一点 就是肝癌症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以为 不要伤肝 你其实伤得他很重要的 夜睡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我们要问一下 我们这样做 究竟对自己的健康 对自己的品格 对别人的利益 有没有伤害到 才确定 我们这个做法 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 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要好一点 想一下 奉基 纯正 未必等于做法 是正确的 要合乎 对不对得住 我能够建立我的品格 能不能够建立我的健康呢 对我的见证 好不好 对别人 有没有伤害呢 这些才可以 衡量我们的行为 是不是正确的 是不是 所以占中行动就是 不理其他人的利益 阻止别人的路口 阻止别人不可以做生意 阻止全港的经济 他想着玉石俱焚 就抱着一起死 是不是 这就是不顾及别人的利益 你要表达意见的 有很多其实 不伤害其他人的利益 那你就去维园坐一样的 坐公园 就可以了 为什么都要坐马路呢 还要坐正人家的门口 是不是 警察稍微粗暴一点的 你就骂到别人死了死了 但是你就用最粗的粗口来骂人 都可以 其他人稍微 没有礼貌 就被你骂到不得了 这全部是 不顾及别人的利益 的做法 即使无论你的动机是多么好 所以 求神去帮助我们 好 最后 除了要正确的行为之后 外呢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有一个崇高的目标 就是说我们做这一样东西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一个 标准 我们想达到一个什么目标 什么目的呢 保罗提醒我们说 所以你门话 吃话 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 而行 旧月里面 尼加书六章八节 那里也提醒我们说 西人耶和说 以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意好 怜悯全 轻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这个 我们 与神同行 荣耀神 就是我们人生最高的目标 是不是 我们都很羡慕旧月里面 与神同在那个 不见死亡的那个是谁 在旧月里面 啊 以乐 啊 几好啊 好羡慕他与神同行 与神同在 时至新月里面 这种的福气已经临到我们身上了 你日日夜夜有圣灵与你同在 你滑吃滑喝 神都是看着你的 是不是很好啊 有一次我这样告诉那个姊妹听 那个姊妹的面都红了 在什么情况下我告诉他这件事情呢 就是在婚前赴祷 我说 圣是一个神圣的 是圣结的 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 当你们夫妻二人 成为一体的时候 上帝都在这儿欣赏着 因为上帝同在嘛 他立刻面都不顺 哇 熄灯也不行啊 是啊 黑暗女在上帝里面都等于光明 哈哈哈 是吗 我们很 渴慕上帝的同在 这个崇高的目标就是说 我做这一件事 能不能够荣耀上帝呢 是很重要的 这个成为我们行事为人一个很大的 一个的原则 很大的目标 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 我们是不是在实践上帝的旨意 我做了这件事出来 能不能够荣耀上帝呢 在我们的四真为 经常有很多不同的挑战的 例如 有人说 哎 我想去赌城 为什么呀 赌城的节座餐便宜嘛 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赌城的节座餐便宜的 真的呀 你吃过呀 试过 试过 是不是怎样便宜呢 老实说 我为了证实这件事 我都试过 不便宜 又不好吃 所以我不明白 为什么特兴姐妹经常说 尤其是老人家 上年纪的 一个月去两三次 就经常说 是 在那里的食物便宜 为什么我会知道呢 因为很多东西 我想印证一下 有些特兴姐妹又说什么呢 我说听演唱会 在赌城 某某歌声来 唱歌嘛 那又走去听 我说 你想听的 你就上个internet听到够了 为什么赌城不听呢 是不是 你觉得 你这样做可以荣耀到神呢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为什么那次我会有机会试下赌城的自助餐呢 我告诉你一个失败的见证 有一次呢 要去纽约开会 开会时间是10点 如果在波士顿 搭车去 最早的那班车都要5点半 5点半 不塞车的情况下 都要10点半 大概 9点 都要10点钟才到 不塞车 你想一下 那个是上班时间来的 有没有可能不塞车 去到 Mahattan之后 还要坐小巴 去Flushing 你没有11点钟 你都去不了 所以根本开不了 开不了会 赶不及 那你就要早一晚去 早一晚去就要住酒店 你早一住酒店 我做餐福的时候 哪有钱的 所以我说两天之间 我惨了 我说怎样呢 结果呢 突然间醒起 这些魔鬼的试探 有人曾经教过我一招 就是什么呢 搭车去岛城 由岛城转车去纽约 这样又便宜 又可以省时间 我想一下 唯有是这样 结果就想试一下 结果真是 那天真是折磨 那天真是折磨到我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上 我买票那一刻 我已经在这儿上来看看有没有底纤 上了车 没有人认识我之后 我才能坐得安朗 但是车一直去的时候 我一直在心里很不舒服 很不平安 圣灵一直在宅备着我 结果我忍不住 我打个电话给弟兄 我说弟兄 我已经很惨了 你为我祈祷了 我把我的原因告诉他 怎料弟兄听完之后 他说 你去到堂城之后 在门口等我 我说 蛤 我说这样啊 这样也好 有人做证人 我不是去堂城 我说好啊好啊 我到时见了 结果他让我还先到 因为他那间餐馆 在附近而已 门口等我之后 他带我进去堂场 我以为他不知道什么事 他说 原来 他在那里开了一间 酒店那里开了一间房 他说 牧师 你在那里睡一晚 明早起床 你就搭车去纽约 当时我感动到 真的想哭 他真的解决了我的困境 如果万一被弟兄姐妹看到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想 就是万一你有一天 真的 你又去吃自助餐 走 看到在堂城那里 走来走去 你会怎么想啊 你会不会觉得我是来 听演唱会 吃自助餐 会不会那么顺情呢 没有其他节目呢 吃完你就走 吃完自助餐你就走 你不会的 是吧 所以 自从那次教训之后 我和神认证 我说神 我以后不敢了 我再 我情愿不去开会 我都不会再用这个方法 因为我知道这个 这个不可以荣耀上帝 说出来我都会面红 不过这个作为你们的负面的警惕 不要再这样 好像我这么愚昧 这是一个 目标是说 我这样做 你这样做 能不能够荣耀上帝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评估 我们应不应该这样做的一个 标准和原则 所以求神去帮助我们 只要你能够可以符合这三个原则 动机要纯正 行为要正确 目标要高尚的话 对准上帝和荣耀上帝的话 那你就不用担心 你在大发熱心 侍奉着神的时候 反而被神骂你 是吧 来到去叛倒了弟兄姊妹 你不需要担心这些事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做一个既渴慕义的人 就是渴慕实践上帝旨的人 上帝说 这种人是有福的 上帝一定负责 去满足他们 这个期望 这个意愿 这样你的人生才会更加得到神的祝福 你的人生才更加迈向一个成功 美满的人生 你的家庭也好 你的工作也好 才能够荣耀到神 造就到弟兄姊妹 对吗 让我们同心吐告 主要我们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 扣圣灵继续的你都去教导提醒 帮助我们 让我们切平我们有一个 不单止有一个饥渴慕道的心 更加让我们有一个身体力行 实践上帝旨意的这个决心 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会有很多的难助 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试探 来自这个世界 来自撒旦 来自一些 不信的人 对我们的批评 攻击 引游 但我们更加相信 主要你的力量 比他们更加大 你时刻的与我们同在 你的眼目 遍擦全地 你大能的帮庇 时刻的来到去保护我们 乐意的引动我们 故事我们恳求 圣灵给我们有这种的心智 来渴慕 实践上帝旨意的这个心智 让我们能够可以有一个崇谷的目标 来到去 无论我们或吃或喝 行事为人 我们能够 荣耀上帝 能够为主建立美好的见证 主要求你建立我们的生命 索造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活得更加 将耶稣基督的样式 让我们更加能够荣耀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好叫更多的人 被吸引 给你的爱 给你的真理 来到吸引 来到归入主的名下 主要求你来使用我们 与我们同在 我们再一次的多谢你 多谢你所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